嗨 汐蕊 听手新歌 听到这首歌 我想起了古代 有一位十分有智慧的君王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因为两个人辛劳 共享美好的收获 要是一个跌倒了 另一个可以扶起伙伴 但是 要是只有一个人的话 跌倒了 就没有人帮忙扶起来了 在创作这首歌时 德勇英明表示 一个人是不能独自生活的 即使只有一个人活着 也不能没有支持 自己活下去的东西 如果没有感激之情 就不能活下去 这首歌里 我最喜欢的歌词 是这一句 我知道 和你相遇时 幸福就在身边 我不是一个人 关于如何克服孤独感 网上有一位网友 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他认识的一位朋友 时不时就用微信群 发些消息给他 和周围的朋友 消息的内容 大致都是些 早上好 约你一天好心情 要加油工作哦 之类的话 刚开始受到这样的鼓励 会十分开心 但有时 难免也会困扰 他到底想干嘛呀 为什么总发这样的消息给我呢 后来有一次 见面他就问这个朋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 他说 他是独生子 他的父母 都早已不在了 他非常害怕孤独的生活 克服孤独 最好的办法 就是去鼓励别人 等别人感到了你的温暖 自然就会把他们的温暖 传递给你了 到那个时候 就不会感到孤独了 网友听他说完这一切 深受感动 自那以后 他也学会了 试着去关心身边所有的人 我是苏宝君 我是西瑞 西瑞和我 每天都会听一首最新的 G-pop歌曲 西瑞 咱们明天继续 白了白 白了白